哈啰 阿姐好 我是Jason 药剂师 真的 马来西亚的COVID case真的是标着上 就看你我几时中枪罢的 虽然我每个人都接种了疫苗 first dose, second dose, booster dose 三成必当一 但是怎样烦呢 还是会有机会中枪 所以我们就要提前准备好急救箱 以防妄疫 登登 这个就是我的COVID-19急救包啦 妄疫 妄疫 我不小心中到 也不用怕 不用紧张 因为我有差 好 废话不多说 现在就来揭晓 家家户户必备COVID-19急救包里头有什么 好 第一个东西就是 RTK试剂盒啦 这个是必备哦 只要有其中一个家庭成员 positive 那所有的人都要去做RTK 特别是有症状的 然后RTK positive的人呢 就自己上报mice etc 把自己隔离在房间里 记得房间向外的窗口要打开哦 给它通风 那RTK negative的家人 可以多等两三天再测一次RTK 或者直接去做PCR会更好 那如何正确的使用RTK呢 你就可以看看我之前的影片哦 啊 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手不是万能的哦 家里一定要有一个温度计 中了COVID就要时不时量一下体温 看有没有发烧 因为大多数COVID患者都会发烧 那体温多少才算发烧呢 这里我就准备了一个图表提供你们参考哦 记得每个身体部位定义为发烧的温度是不一样的哦 比如说安币的温度超过37.5就算发烧 可是口称的温度要超过37.8才算 那温度计有很多种 我就推荐买这种普通的电子温度计就可以了 便宜又准确 大人小孩都可以用 这种温度计呢 放在嘴巴里量是最准的 可是记得15分钟前不可以吃喝任何东西 不然会影响到结果 还有用的时候呢 要确保温度计的这个头部 是要放在舌头的底下 然后嘴巴要光紧 如果是婴儿的话呢 可以把温度计塞进肛门来量直肠的温度 当然不可以谢谢啦 同一支温度计呢 不能同时用来量口腔和直肠的温度 好 第三个东西 脉搏血氧仪 Oxibiter 什么是血氧仪 为什么需要它呢 它的作用就是用红光 穿过手指来测量血液里的氧气水平 XPO2 来看你有没有缺氧 有些患者会觉得说 我没有喘气啊 呼吸正常 肯定没有缺氧啊 为什么还要量XPO2 有必要吗 有 那是因为第一 有些患者会出现快乐缺氧的情况 就是会不知不觉中身体缺氧 但却没有任何缺氧的症状 就怕等到发现到时可能已经太迟了 第二 就怕有些老人和小孩输不出缺氧的症状 比如说胸口闷 心跳加速 所以如果有Oximeter去留意他们的XPO2 我们就能避免这种情况 只要XPO2低过95% 别等马上去医院 那要怎样用呢 我下一期就会教大家正确的使用方法 请继续关注我哦 说到止痛发烧药 我们都会想到Panado 对吗 其实Panado是个牌子的名字 真正的药名是Parasitamo 所以不一定要买Panado 可以买其他的牌子 成分只要是Parasitamo就行 通常COVID-19的病人都会头痛啊 肌肉酸痛或者发烧 那这些情况呢可以服用Parasitamo来缓解 500mg的Parasitamo 成人可以每6个小时吃一到两粒 一天呢最多8粒 绝对不可以过量哦 也绝不可以提前吃来预防 那有些Parasitamo成分是650mg 也有不同的配方 你们都可以参考这个图表哦 记得Parasitamo和接下来我所提到的 药的剂量都是给成人的 至于小过12岁的儿童呢 药的剂量都是根据体重的 需要计算出来比较复杂 如果你们想知道可以随时留言问我哦 上风感冒也是其中一个COVID-19的症状 如果只有流PT 那你有两个选择 那如果你还有鼻子塞的话呢 你可以试看Clarinase 成人每12小时一粒 它里头呢就多了一个叫 Pseudoephedrine的成分 可以缓解鼻塞 那如果还是很严重 你可以试看Oxymetazoline nasal spray 它有很强的药效 往鼻子碰一次 马上见效 但绝对不可以用超过三天哦 不然会有反效果 多数确诊者呢都会有肛咳 就是没有痰的咳嗽 有一些呢会有很多痰 这个是湿咳 所以不同的咳嗽就需要不同的药 如果是肛咳 你可以试看Dyphane Hydramine Syrup 或者稍微强一点的Dextromethafen 这里呢我就不给剂量 因为不同牌子的药物 成分比例会不一样 你们可以询问药店或者在影片底下留言 那湿咳呢有痰的呢 你可以试看Bromhexin 8MG Tablet 成人每8小时一粒 或者Graphenazine Syrup 它们都能帮你比较容易的把糖刻出来 我发现很多Covid-19病人呢都是先开始有喉咙痛 然后才有其他的症状 如果发现喉咙不舒服尽量多喝温水 或者蜂蜜水加Lemon也能帮助忍后 如果真的很痛你可以试看Thymal Gaggle来束喉咙 记得不是拿来喝哦 或者你可以试看有止痛消炎效果的Deflam Gaggle 或者Deflam Spray可以直接喷在喉咙痛的部位 嘔吐和泻肚子是比较罕见的症状 但如果你开始有这些症状 特别是泻肚子的话呢 就要特别注意了 必须去急诊室 Emergency 因为这些症状可能代表你的Covid-19感染将会比较严重 所以我的建议呢就是可以先吃药再去医院 嘔吐呢可以试看Metoclopramide 10MG 成人一粒最多一天三次 泻肚子的话呢可以吃Lomotil两粒 每六个小时一次 然后记得喝一包ORS Oral Rehydration Salt 泡在一杯水里喝完来补回身体流失的盐分 虽然没有证据说这些维他命C、D和Zinc 能够帮助治疗Covid-19 但是的确有研究指明它们能增强免疫力 Vitamin C加Zinc甚至能缩短 伤风感冒症状的时长和降低它们的严重性 那么手上这款呢是Cordial's的 Vitamin C1000MG加Zinc 这个只是市面上的其中一个牌子 其实你不一定要买贵的 普通的也行 只要你有补充到维他命的每日基本需求 让免疫系统能够正常的运作就行 Vitamin C成人每天至少100MG 最多一天2000MG 超过的话呢会有副作用 比如说泻肚子 严重的话可能会导致肾结石 Zinc成人每天8-11MG 最多40MG 那Vitamin D10-20microgram一天 对你没有看错就是水 我们身体有70%都是水哦 我们生病的时候发烧流汗 咳嗽 流皮涕甚至嘔吐和泻肚子 都会让身体失去水分 身体一脱水呢 免疫系统就不能正常的运作 那要怎样杀死Covid-19病毒呢 所以就算你不咳 我们都要每小时喝一到两杯的水 来补充足够多的水分哦 好 这就是我Covid-19急救包里 10样必备的东西 希望你们每一家呢 都能提前做好准备 万一受感染 里头的药物呢 都能缓解Covid-19 常见的症状 千万不要中了Covid 还趴趴走到处去买药 再次强调 我刚刚所提到的 所有的药物剂量 都是给成人的哦 若想询问 小孩子的药物和剂量 都可以在影片底下留言问我 我是Jason你的药剂师 我们下期见